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宇宙视觉 二战时 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两座城市瞬间毁灭 这一事件让全世界人们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 现在各国都还在研发原子弹 不禁让人担心 假如全球各国原子弹一起爆炸 会把地球 斩粉碎吗 答案是不会的 地球本身并不会受到影响 核武器毁灭的只会是人类 要想知道原子弹会不会毁灭地球 需要算一下全球核武器的威力总和 目前有九个国家被认为拥有核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大约1.5万枚核弹 其他七个国家各自拥有8到300枚核弹 加上秘密储存核位开发的 大致约有5万枚 事实上100万颗广岛核弹的威力才相当于一次印度洋大地震 那么地球的承受力如何呢 根据目前已知的数据 地球已存在了45亿年 经历过无数次的地震 火山爆发 地质重构 板块飘移 太阳黑子 陨石撞击等等 虽然经历过了那么多灾难 地球仍然安安稳稳地存在着 所以就算全球的原子板一起爆发 对于地球来说也只不过是恼恼痒而已 真正需要担心的应该是人类自己 全球的原子弹如果爆发 人类将无处可逃 最终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 而地球总还会等来下一个生物的出现 对于地球上生存在